记者刘雨庆澎湖报道,澎湖今年观光不如预期,进入暑假未见观光人潮,澎湖县政府未延续花火旅游热潮,并配合世界最美丽海湾组织年会,特自8月份其举办2018海道嘉年华,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配合规划澎湖国际海湾灯光节,今年海道嘉年华规划12场次, 先寻回五香仪式,再回到马公主场观音亭,首场将于8月6日在白沙香吉北宇登场,接续各香场次分别为8月8日在网安,8月10日七美,8月23日西雨,8月30日白沙,9月6日湖西,带动五香仪式观光发展,马公使活动主场的观音亭,则配合七夕情人节8月17日, 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9月27日开幕式,以及相关活动整合造势等,既有6场次。 还有9月22日,10月10日,10月27日,及11月3日,各场次烟火除了9月27日世界最美丽海湾嘉年华开幕,释放15分钟之外,其他11场次都为10分钟。 另外,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今年秋风季系列活动,规划2018澎湖国际海湾灯光节,将于9月底至11月初与观音亭西迎红桥,展演12场次灯光秀。 县福与彭管处今年携手合作,分别为9月27日,10月10日,10月27日,11月3日四场次,将花火与灯光结合共同展演,为花火节退场进行实验性活动。 另外还有9月29日,10月4日,10月6日,10月13日,10月18日,10月20日,10月25日,11月1日等八场次。